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这样说 因为每一位重病的人都明白肉体总有一天会消失 也多希望在走到尽头的时候都能够没有痛苦地走 有尊严地走 临走之前能够完成心里头的愿望 走的时候能够有自己信仰的神来接引 二十多年来 比较资深的义工 他们的经验都能体会到经常被调整的人 生命最后的阶段通常并没有像相同疾病的人 会有种种痛苦的症状出现 因为在长生节的调整之下 也能够好吃 好睡 好拉 好行动 甚至生活上可以治理 活得有尊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被调整的人就有好的精神与体力 去完成他未了的心愿 并且在被调整当中 感受到被爱与关怀 尤其当一个即将往生的人 感受到人间是有爱有温暖的 这是何等的重要 就像德雷莎修尼曾经为那些临终的病人 所做过的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就比较能够放下一切的走 容貌自然 就安详和蔼 像这样的话 往生天堂的机会就大 很多医工也曾经告诉我 他们经常调整的亲人 或长期被他们调整的病人 在往生的时候 都能够走得很安详 甚至死亡了 以后肉体也没有僵硬 有些大体火化了 以后还烧出蛇蜊子或蛇蜊花出来 一些宗教人士 在他人往生了以后 寄集信徒 为他祝念佛经或圣经 像这样有意义的参与 虽然重要也有功德 但毕竟是一个人 已经在往生之后才为他做的 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在往生之前 我们就能够透过长生邪的调整以陪伴 让他的寿命得到延长 又能够完成一些厌望 同时也减轻他的痛苦 让他能够放下一切 自然就能够很安详地走 像这样是更有意义的 就好像父母亲在的时候 多尽一点孝心来孝顺他们 总比他们往生后 才几半大型的追思华会来得重要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 生前哄上一滴水 胜过死后一盆血 无焉无悔 用爱陪伴我们走到临终的人 上辈子心甘情愿地陪伴他走到临终的人 肯定就是我们了 缓之亦然 所说的这些感言 虽然是有因果的味道 但任何宗教离不开因果 离不开爱 离不开报应 报恩 所以即使遇到临终的病患 请大家不用担心顾忌的 就把双手伸出来啊 因为这是我们的机会来了 帮助别人的机会来了 生命里难得遇到长生邪这样的好因言 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 同时也成就自己 祝愿我们大家能够好好耕耘自己的福田吧 魏一峰老师 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